一百零八年到達的油燕金表賽 沒有將當地中華館健康油燕地來記性 但是選手家中有發言健康油燕地的水質不好 水面上有手機化 洗手機的地方更是殘酸水都沒有 油燕地上面也沒有吃在頭的水壁 對產生選手可能會有健康的移路 何時很興奮 小朋友打拚的王正佑 這是中華館健康油燕金表賽比賽的現場 但是由現場可以看出來 油燕地的水質便不好 中華館健康油燕地就位在中華館的體育中旁 原本是位途建國科技台下的管理贏我們 一直到9年底 建國科技台下的標榜沒有辦法繼續管理 不僅是會幾位管戶都有出來管理 不僅當時兩個單位交借的時間 但是在這次數據萬的教育部的油燕金表賽 卻發現油燕地水質不好 影響到選手健康的情形 很髒 綠綠的 感覺就不是很乾淨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需要改進一下 因為小孩子這麼多人來游 對 我覺得這個不是很好 因為還有樹葉 它都綠綠的 看起來我覺得小孩子的部分 我們還蠻擔心的 寶寶有接到我們民眾的通報 說我們中華館到處辦一個游泳池比賽 我今天有來看 因為早安到今天他們都說水不乾淨 我相信真的來看的時候可能有笑容 但是我們中華館要辦這個比賽 我相信是不是要把環境用得好 讓我們的小朋友 包括比賽的人 有種感覺說我們會用得比較生氣 讓他們感覺說衛生 我也希望我們中華館 我們在承辦的人 要辦的真正性格環境用得好 也有人在歡迎說水啦 真的有時尚有氧圓 回去眼睛眼角膜 這個環境都很不好 我希望我們中華館可以改進的地方 廣府中華館標示 立正因為落後的關係 會影響有氧體的水質較壞 但水質經過的經驗 是符合有氧體的標準 另外沾對熱水的部分 因為健康游泳在現限時間較早 所以並沒有這行設備 首先是有關那個水質的部分 因為前些天是下雨 下雨的時候當然就是 它有多少會有一些雜質 但是我們在比賽前已經都請同仁 就是一直加強了清潔 這幾天都持續在加強清潔當中 那水質經過檢測 它是符合相關的游泳池管理規範的規定 它的餘率跟它的BH值都是符合規定的 所以在衛生上面是沒有餘率 至於剛剛民眾有反映說 我們這個場館沒有熱水可以使用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個體育場是民國74年的時候建立的 那它就是一般的游泳的設備 所以的確是沒有相關的那個鍋乳跟熱水的系統 因為它就是一般的冷水游泳池這樣 為現場看起來 游泳在的水質真的不是太好 而且水面還有手機 沒辦法選手家長會對水質三勝這幾 新中華新聞北邊林中華 彩虹報道